泽冈先生能说能唱 他得有一个好嗓子 这个节目啊 你要没有好嗓子 根本演不了 对 他俩在一起合作 您都知道了 已经整整20个年头 证明什么呢 他们从这个2000年前 就开始合作了 是吧 到现在呢 正好是什么呢 你先等会 干什么 从多少年前 2000年前 你耳朵毛病是吧 这都什么妖精变的 妖精干嘛 你看看 2000年前 对啊 怎么叫2000年前 今年多少年 公元多少年 2020啊 合作多少年了 20年 20年前是多少年 2000年 对啊 这不2000年前 就开始合作嘛 到现在这不20年嘛 20年 反正他们两个人呢 私交还非常好 对 关系也很密切 这里边呢 可能大家有知道的 有不熟悉的 他们德云社的演员嘛 一大部分是 郭德纲先生的徒弟 是 还有一部分呢 是于谦老师的徒弟 有 他们这个徒弟呢 跟这师傅之间呢 互相有这么层关系 是这个郭德纲的徒弟 都是于谦的干儿子 还真这样 比如您知道 孟和唐 对吧 于谦老师的干儿子 对 是于谦的徒弟 都是郭德纲的干儿子 对 比如郭麒麟 是吧 这个呢 不不不不 就证明什么呢 不不不 那是亲儿子 反正他 比如那个 刚才那个冯赵阳 对 他是郭德纲老师的干儿子 对 就是说郭德纲 于谦 他们俩人 是互为干父子的关系 你知道吗 你给他们定的吧 我说刚介绍你 站他们 对对对 对吗 不能全对 他俩人不是互为干父子 就是我意思 你明白就行了 就是他们的徒弟 跟他们之间 就是拧着花的 就这么个关系 就这么乱 就证明呢 关系比较近 关系密切 是 我们两个人 其实关系也不算远 我是他爸爸 对 不是 的干儿子 你别抢话 我这说一半的 你 不是 观众误认为 我是你爸爸 我也不是 不是 我也不是那样 这样就不礼貌了 你听人把话说完了 好 我是他爸爸 的干儿子 这别扭劲啊 他是我儿子 的干爹 我媳妇是他妈 的干女儿 他妈是我媳妇 的干娘 干娘啊 这三编的给怎么回事 我打你还怎么怎么给 凭什么呀 说话不会断句啊 不是 我这人气息比较短 这您得原谅 我跟郭德纲不一样 郭德纲呢 只上骨子 一唱跟窜息一样 我跟他 咱比不了人呢 这什么语言呀 不咱比不了人呢 人家气长 我气短呢 你气短 你老是长辈啊 不是 哎呦 您往那么想了哈 往那么想 您冤枉我了 不 您当着朋友 你说 咱这关系 我是不是你爸爸 不是 的干爹 是 你怎么回事 哎 妈你 不是怎么回事 你老打我干嘛 谁谁干爹 你都跟说反了 我是不是管你爸爸 叫干爹 对 没错 咱们也是这干父子的关系啊 哎呀 对不对啊 他就喜欢啊 关系都非常的密切 今天这个日子非常好 郭德纲与谦二位先生 合作二十年 我们得向人家好好学习 这就是榜样 人家在后台 就经常给我们示范 是吧 在一起对词 刚才说那个节目 头一个节目叫 做梦专家 那是郭德纲啊 编出来的一个新节目 跟于谦老师 也得对 也得对呢 对词 你都听出来了吧 刚才这学习和 虽然没有于谦什么事啊 他也不用唱 但是也得排练 对 这叫认真 认真 听多少遍这网词 对吗 得认真 认真到什么程度 朋友们 今天咱就有伴联欢的兴致啊 我给您举个小例子 虽然是举例子 但是真事啊 他们两个人呢 在这个大兴啊 北京市大兴区 有个地名叫李贤镇 在李贤镇那儿 租了一仓库 要干嘛呢 干什么呢 就是他们两个人的排练厅 就在那对词 因为你总在后台对词 那些个徒弟们呢 干儿子们 工作人员呢 什么这个 他们就都来了 都来一聊天 一说话 一照相签字 没有工夫排练了 是 他们两个人偷偷摸摸的 找个远点的 他们知道了 他也不笨去 就是非常远的 那么个地儿 小屋子也很小 也不大 按这个舞台来说吧 有一百分之一这么大 就够站着的 反正就小屋不大 里边也什么都没 一张桌子 俩椅子 一桌二椅 没事就上那儿去 干嘛呢 排练去 每周六或者周日 上午准去 九点来中吗 就到了 一排练排练一天 把所有会的节目 全来一遍 有时候晚上十一二点 还没回家呢 敬业不敬业 太辛苦了 值不值得学习 值得 那回 那我笑会了 俩人呢 新拿一本子 电视台啊 需要录像 副台长写的 还没笑料 还挺难背 俩人从他早晨 九点多就开始背 背到晚上十点半了 这词啊 还没认权呢 还没认权呢 就是还没背权呢 明天就录像了 着急啊 是 实在太累了 怎么办呢 郭德纲出主意 说千哥 咱已经疲劳驾驶了 咱这么办吧 我出主意 咱放松放松 行吗 俞圈说 哎 我这也够瞧的 好家 你说吧 咱怎么放松 我都睡两觉了 说吧 是背不下来 千哥 看你有没有这个毅力和耿劲啊 你敢不敢把衣服都脱了 俞圈一听 郭德纲 你要干什么 这么多年 我没看出来 你跟我是一样的人 二位 二位 俩人放太松了 有点 千哥 你先别过来 千哥 千哥 别过来啊 别过来 不是我没别的 您误会了 我是说呀 看您敢不敢把衣服脱光了 出门 绕着咱这个小屋子 你跑一圈 这图什么呢 你只要敢光屁股跑一圈 我给你两万块钱 两万 你说人家有钱人一打赌啊 这么点小事 两万块钱 嗯 那个小屋子很小啊 你跑一圈半分钟都用不了 而且我刚才介绍那地方很偏远 甭说黑心 连白天都没人来 路灯啊 摄像头啊 一概没有 太偏了 连耗子都很少 你说鱼谦一琢磨 跑着一圈两万块钱 德纲这你说的啊 嗯 跑一圈两万啊 要跑 在屋里跑行吗 不屋里不行 你得出去 别对付 光屁股出去 外边跑一圈两万 行 女前开始脱 那天穿的还挺多 天凉了吗 脱完了 还挺白 别评价这色了 肤色肤色 推开门 也挺谨慎的 有人吗 那人跑了啊 没人跑 我看见你了啊 还是炸口呢 没人跑 一圈啊 小白胖子 跟那烤鸭子似的 跑一圈 半分钟都没 二十几秒 对 屋子很小 回来了 也没人发现 出汗了 诶 德纲别废话啊 掏钱 你看着我跑的啊 门在这呢 我从这边跑的 从这边回来的 对 对吧 跑一圈 两万块钱 两万 你不给钱 不是东西 掏钱 你说给不给 给啊 给他吧 郭德纲也心疼 你不给不行 你答应人家了 郭德纲有办法 怎么办呢 跟人对付 千儿伯 我真没想到 您这么没胸没嫂 是不是 咱赠板 比如说 我要是光屁股跑一圈去 这个钱 你还好意思要吗 他拿面子举他 那意思我跑一圈呢 咱俩呢 谁也不该谁了 你就别要了 于谦是随和人呢 行 德纲你跑一圈去 钱我就不要了 哎 这时候你说的啊 来 郭德纲 小黑胖子 白家辉 也没人 对 很远的那个地方 跑啊 正美着呢 刚跑半圈 坏了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一圈就跑一圈回来 没事啊 郭德纲跑半圈 对面来俩寻逻的 干了 拿那手电 16件电池的 冲着郭德纲找过来 哎 干嘛呢 黑晶半夜不睡觉 光屁股瞎跑什么呀 刚才你出了一回了 我就没理你 你怎么又出来了 你 两回当遗人了 你看我说您笑 这真事 真事 苦涩当中有点心酸 现在他们就跑去了 那个时候呢 那时候就是他们敬业 到这种程度 对 你说跑去 那是晚上实在太累了 白天精力 全都搁在艺术上 是 所以人家提高的快 大家爱听他们 对不对 对 但是啊 什么事 它都是有两面性 凡事有利就有弊 咱们听见这弊 我刚才说的 这是郭德纲 于谦刚火的时候 是啊 成名初起 后来呢 真正全国南北 他都知道他们了 这火透了 大江南北了 郭德纲 咱实话实说啊 就有一点啊 不太好的行为的表现 你这咱也理解 人之常情嘛 是吧 哪方面 因为他一火了呢 认识人相对就多一点了 这不是好事吗 对啊 当然人家里头也 买车了 买房了 住着别墅 四层楼 了不起 认识人也多了呢 其中这个女性的朋友呢 这比例呢 就偏重一点 女明星啊 女歌手啊 女导演啊 女个体户啊 女模特啊 女教师啊 反正各个行业都有 他职业他都不挑 一个个长得都挺漂亮 那是啊 大高个都到郭德纲这儿 你知道吗 一般人都到他这儿 那天 郭德纲夫人有一个爱好 什么 喜欢旅行 他还真知道 不在北京待着 对 国内国外人经常出去玩去 给郭德纲提供了温床 不是现在了 那些年经常往家里带 真的啊 那回 那回带回一个 他们这徒弟都不知道 带回一个来 带回挺漂亮 长得那样的 也不哪样 反正咱说句什么话吧 比我还好看呢 比我还好看呢 你就听这参照物 领回来了 俩人干嘛呢 在客厅里边啊 搂着 说文词叫拥抱 搂着 刚搂着 刚搂上 坏了 怎么了 听李屋那卧室那门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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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开了 这么有钱 给这门告个游多好 别搅话啊 不能告游 他故意的 哦 有点动静 门一开 他不就知道了吗 这这脑子啊 他心里 蹬蹬一个劲的跳 他以为他夫人回来了 心想不能啊 我媳妇上阿富汗旅游去了 就这地方 这怎么回的 一般还回不来了 扭头一看呢 不是他媳妇 嗯 郭麒麟 哦 郭麒麟那时候小啊 又矮又胖 十来岁那时候 那怎么这也比 他媳妇强啊 是吧 老伙的 朋友 哎呦 大林 你怎么没上学呢 哦 我让你退的学 对对对 谁给自己埋一坑 哎 那什么 你别误会啊 这是爸爸的朋友 你叫阿姨吧 阿姨 叫阿姨 你看岁数 叫阿姨合适 爸爸跟阿姨 逗着玩呢 逗着玩懂吗 瞎逗 开玩笑 你跟你姥爷 不也逗着玩吗 是不是 逗法不一样 别看这 干嘛呀 给你五十块钱 五十 出去玩游戏去 别跟你妈说啊 逗着玩 别说 走吧 郭麒麟 一般的孩子 拿着五十块钱 哎 你们逗着玩吧 我走了 出去是玩游戏去 买好吃的人走了 郭麒麟 部件 拿着五十块钱 还盯着这俩 这倒霉孩子 干嘛 你逗着玩 别看这个 再给一百 再给一百 出去走吧 爸爸跟阿姨逗着玩呢 一百五千 接过来 一百五了 嗯 不为金钱所动 听一下孩子好 这孩子 你说你 哎呀 爸爸也没多 再给一百 二百五 走 爸爸跟阿姨逗着玩呢 郭麒麟 拿着二百五十块钱 还是没走 不走 不光没走 说句话 郭德纲吓一跳 说什么 爸爸 我不走 上次妈妈领个叔叔 逗着玩 还给八百呢 哎 咱这说话 咱们别没谱啊 不不 朋友们 我说话负责任 我说话 这都真事 真的啊 因为什么呢 上回那八百五千 是我先垫上的 知道吗 行行行 哎哎哎 乱就乱你身上了 知道吗 当时就特别紧张 我能想出这 给八百五千上 他先走 就打我走 不容易 行你也快走了你 是吧 反正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这个郭德纲啊 脑子反应比较快 对 收了很多的徒弟 他不光是个相声的好演员 还是一个相声教育家 可以这么说 培养了优秀的徒弟 有多人 很多都是很有名 大家都熟悉 他也是郭德纲的 很好的一个徒弟 那是我老师 非常重要的一例棋子 是吧 改棋子了 现在又不安于现状了 不满足于在台上讲相声了 您各位也都知道 前些日子不就从政了吗 是吧 就是说句好懂的话吧 就在德云社当官了 你别装孙子啊 谁装孙子了 你 你装孙子 谁装孙子 但是一共就咱俩上 谁装孙子 我怎么装孙子了 我这一说你当官了 你那边 你这不装孙子吗 你这是真孙子 谁这样 这模样能当官 我我看得见你什么模样吧 反正这是 反正你就是那意思海子 我这不是客气客气吗 用着吗 别瞎客气 他这人总是这样 揪着胡子过马路 什么意思 谦虚 他总是 这俏屁话 你要认清你自己的状况 您可以说是屁股后头挂暖壶 有一定的暖壶 我挂一屁股暖壶干嘛是 不你这不懂 这是个俏屁话 我屁股后头挂暖壶 有一定的暖壶 这不错 什么乱乱 人家屁股后边挂暖壶 对啊 有一定的暖壶啊 有一定的水瓶 水瓶 我脚这不劳得劲的呢 您这俏屁话都屎超分了 屁股后头挂水瓶 有一定的暖壶 我还是一屁股暖壶啊 怎么挂 我改中奎了 挂哪 屁股后边挂什么来着 我们不知道啊 挂暖壶 有一定的水瓶 哦 这俩他容易绕住 对 他为什么说对 他得加动作 是 屁股后头挂暖壶 你呀你呀 别加我这儿 有一定的水瓶 对对 水瓶不错 但是我水瓶不够 他可以说是这个膝盖上挂暖壶 这怎么讲 水瓶比脚高 比脚高 比脚丫子还高 飞机上挂暖壶 这是 高水瓶 我挂这么多暖壶也不干嘛 是 就证明啊 你有能耐 要不然你也不能当上这个现在叫什么呢 德云社的副总 对吧 副总统 您是 我没有这统 没有布统 副总 了不起 自从他得了这副总 在我们后台我跟你说啊 您讲到这 要 什么叫得了这副总啊 你这人呢 我跟你说 你是不是副总 是 还是的 你什么都正经的 这得这字不好 得都不好 得就是得到 获得呀 获得荣誉 得吗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吗 这不得吗 那还是得病那意思呀 不是 没有病 就是你 当上吧 当上这个副总了 了不起呀 后台这些人 有点说 哎呀 副总来了 有点什么不明白 哎呀 咱问副总去 都得问他 这什么范儿 眼睁人也有学问 是不是啊 救活吧 别救活还行啊 相声演员嘛 相声本身就是一个 博学的艺术 什么都得沾点 对吧 相声本身就是一个 融会贯通 畜类旁通的艺术 对 跟我们相关的 什么西河大谷啊 什么这个京剧啊 戏曲啊 都得掌握 不是夸奖他 他这方面做的就很好 在融会贯通这方面 做的非常棒 不客气讲话 他就是个畜类 旁通的好演员 真的啊 我一点不是 怎么叫畜类了 你这话 成语啊 出类旁通 出类旁通 你连着说啊 连不了 我气短不告诉你了吗 那你 你出后不就缓气 行不行 你这个出类 你这个出类 这叫什么 没说完呢 你这点名来了是吧 没说完呢嘛 有这么说副总的吗 怎么了 怎么了 不是不是 你出类 你别这么说话 出类 咱换一词吧 好不好 换一词换一词 不这么表扬你了 换个词表扬你啊 他当副总啊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行吗 这这行 他这个名归 在我们这儿 可以说是 我呀 我有点不高兴了 你死不死啊 我归 我还有这么大上进心 我还得是个名归 你这人 你这也是个成语 实至名归 也是表扬你啊 这些词咱都不要 都不要 我不需要你夸我 说白话 行吗 他现在当了副总了 这样行不行 是是 管理着我们 行不行 可以说是 一人之下呀 一人之上 是吧 我们单位就仨人 让你去去额味吗 好 我们斗地主都合适了 是吧 演出期间能斗地主吗 是 台上没人了 一共仨人 一人之下 一人之上 是这意思 没没 您这 您忒夸张了 多于说不会好推向上演员 不 您这有点拍马屁了 那是夸大了 就是 不是不是 不是拍马屁啊 朋友们 别夸 别夸 就不提你了 是是 他这人呢 确实受到郭德纲的信赖 郭德纲八九十个徒弟呢 都是好样的 可以 他是郭德纲唯一的一个认证的 那个盖兰川的那个爱徒 爱徒 我这卖猪肉呢 我这 就是说认证的 认证的这么个爱徒 为什么这么些徒弟 他是那爱徒呢 咱们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天下爹娘爱傻儿 你知道吗 我是那傻儿啊 反应够快 什么反应够快 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咱一点也不傻 不认可 对对 没关系 咱很机灵 慢慢努力吧 是吧 郭德纲的徒弟啊 我认为啊 没有超过郭德纲的 对 人家水平 实力和进步的速度 在那儿 对 这叫有目共睹 是是 郭先生说学逗唱 很全面 于先生也说学逗唱 也很地地道 俩人合作二十来年 给我们制造了很多欢笑 留下很多优秀的作品 可不是吗 得跟人学 对 郭德纲先生有这么一个作品呢 大家最熟悉 什么 郭德纲的代表作 这个节目叫 学电台 学电台 什么意思呢 郭德纲说自己啊 能模仿那个 广播电台的播音 对 听过这段吗 听过 他说的好吗 好啊 为什么说的好呢 他是我师傅 你那叫拍马屁 因为他是你师傅 所以说的就好啊 对啊 不对 怎么就不对 不对 说的不对 那这怎么 因为什么 为什么说的好啊 为什么 这段他跟我学的 哦 谁哦 谁哦呢 就了着大家就明白了 我都不信 你不信的事多了 那证明这段你也会 哎 郭德纲这个段跟我学的 嗯 我望着这么一站 就是一个落地式的收音机 是 还真落地式 学电台吗 是 你看看 这耳朵 这就是开关 调节钮 哦 现在开出租的朋友 开车的朋友 您都经常爱听这个电台 对 里边的内容啊 比较丰富 嗯 哎 我就可以模拟 这个电台播音 哦 一拧这个耳朵 马上就开始 那我可以听听您吗 嗯 我这个收音机 还有个名字 是 叫整导体 自动人工收音机 我听过半导体 半导体不行 半导体淘汰了 嗯 我这叫整导体 自动人工 比他那高级 自动人工呢 自动人工 不懂 想听吗 想听 想听的话 您这人 您自己得主动的 给我拘撒工 您就听见了 对 谁说咱愿意听呢 是吧 愿意听吗 愿意听 整导体自动人工嘛 拘撒工啊 嗯 少拘一个听不见啊 干嘛 脑子有毛病是吧 不是 这拘一下得了 拘不行 拘工嘛 拘撒工 拘工 人有给你数着的 来 拘捕 拘捕 你干嘛你 这不原坟来了吗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不是 就多拘一个 多拘一个是几个 四个 咱们这国家有规定 人三鬼四 你给死人鞠躬 还拘四个呢 这是国家规定啊 这是 当然了 他上我给他爸爸上完坟 他到我这 你又想起我来了 给你爸爸上了坟 拘三个工 行行行行 刚得作废了啊 再来仨子 喝七个了 好不好 七鞠躬 行 这就可以开始播音了啊 是是是 这个鞠躬跟这 播音 行什么 没什么关系 有关系 不鞠躬不给你播 嗯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一拧这开关 就开始播音了 行嘞 嗯 你干嘛你 什么你 我得拧开关啊 拧开关拧下来 还播得了音吗 哎呦 你轻着点啊 你怎么知道我就拧下来啊 多新鞋呢 我这 您放心吧 我还想问你 是往 是往这边拧 还是往这边拧 就这 这 哎 做戏多真实 我都没碰着他 哎 哎 干嘛你 你刚才不就这样吗 做戏真真实 我这旁边都看见了 那用户都录着 这录像的都 都看见了都 给给你 给给 好好好好好你啊 我这不容易掉啊 你别留神啊 你来回你 来回你还行吗 那不都坏了吗 影响寿命 是吧 哎呀 你是不是想你妈了 想你奶奶了 本来开始 你已经给你关上了 你给 咱们表演 有必要这么真实吗 表演就是啊 真善美啊 你得够啊 你真实啊 好家伙了 不加这个能够时间吗 五十分钟啊 今天五十分钟啊 快点啊 拧了没有啊 没有啊 这不是多拧一会儿吗 你少说会儿不是吗 就能不糊弄观众吗 你这家伙 我朋友们在这坐着 花挺贵的票钱 听你干这干这个 就是 好好赶紧给人表演 这票150%手续费 你们互相扫一下就行了 你们怎么意思啊 正好扫一下 你们都互相加点微信 你看那半天不好意思 你怎么意思你 你哪吐出其来 拧上了 废话 开始播音了啊 不过我说的 要炸 干了 还多多吧 刚才最后一响 报时的 北京时间 几点 八点九十六分钟 八点九十六分钟 什么掌头 请各位听众对表 还对表呢还 北京德云社广播电台 就这儿的台 北京德云社广播电台 北展剧场分台 朋友们你们好 现在为您播放 北京市专业迹象台 特别本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听您这有用 昨天 请 昨天 降水概率0% 最高气温5摄氏度 最低气温0下2摄氏度 我们听明天 前天 多云 降水概率3% 最高气温8摄氏度 最低气温0下1摄氏度 明天 上个星期四 降水概率0% 最高气温3摄氏度 最低气温0下2摄氏度 带着咱们复习呢 我们听明天 明天的天气情况 我们将在下月8号为您播出 看 听了玩意干嘛使 希望您届时收听 届时收听 北京德云社广播电台 北京德云社广播电台 文艺台 文艺台 现在是曲艺大观园节目时间 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曲艺大观园节目的主持人 曲艺 他就叫曲艺 曲艺艺术是我们中国艺术 百花园当中的很多奇葩 够奇葩的 包罗万象 是 包括各种大鼓 单弦 坠子 石调 琴书 快板 相声 评书 谈词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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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让些等等放屁来呢 接下来首先为您推荐的一个曲种 叫做快板书 快板书 快板书是在传统的鼠来宝的基础上 锐意革新 有这词好 加入了西河大鼓 相声 山东快书等等紫媒艺术的表演手法 更加的贴近了大众 等等 他的代表人物叫李润杰 对 李润杰老先生表演特色是平爆脆美 这是专业 形成了有人有事有劲有趣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就叫上课 李润杰和快板书这六个字是紧密相连的 你放不放 今天首先为您播放的是王凤珊演唱的德云社相声 真好啊 说半天李润杰改王凤珊了 德云社真好 这是掌声 王凤珊唱的德云社真好 电台真轻松 放不住 你仿佛就在边上打似的 哎呦 哎呦 德云的实相真正好 一头大了一头小 这听着呀 有点想买棺材的 一头大一头小 好 感谢王沫山老先生 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 《西河大鼓》 由这个郭德纲先生 为您演唱一段 《西河大鼓杨家将》当中的片段 还没听完 蜗牛与黄鲤鸟 西河大鼓的 也是个传统的艺术 它的特点是 短小惊悍 而又篇幅很长 它到底怎么着啊 其中有长篇的 也有单段的 多难逮得 还容易忘词 找不着就瞎唱 是啊 接下来为您播放 郭德纲演唱的 《蜗牛与黄鲤鸟》 好 这估计是个女主持人 这是周久良 伴奏是张和帆的乐父 穿挺厚的 处下了 广听电台了 阿门阿前 一棵葡萄树 看这儿解乏了 阿门阿前 一棵葡萄树 这儿啊 看您没听清楚 又给您唱一遍 阿门阿前 一棵葡萄树 他呀 没有下句了 他有下句 我是孙子 阿门阿里 刚发芽 他就等我了 小蜗牛被捉 种种的壳 到身上 一步一步就往上爬 在树上烙着四只 黄梨鸟啊 说葡萄还没手 你上来干什么 小蜗牛说 等我爬上去 他就成熟了 东西哗啦 哗啦 锅还掉地 感谢郭德纲岳父的演唱 郭德纲岳父唱的呀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接下来为您播放 山东快书 山东快书 由老艺术家高元军先生 为您表演武松传 好武松传 献艳水域 不要江 飙一飙浩瀚 乌尔朗 哪不怂 血圈 他到过少林寺 拱福恋 唱什么忘什么 你这玩意要命了 拱福恋的八年上啊 还不如我呢 你这玩意 拱福恋的八年上 斩叶田 尔乌耸他回甲砖 浅着大哥乌打浪 可 可 有腹目 从腹目 没有腹目 从熊章 这开关异扣了 那乌耸 浅着他哥乌打浪 下台鞠躬 什么乱八糟的这是 感谢高元军先生 卖力气的演唱 高元军应该感谢我 接下来为您播放 大家万众期待 期待已久的 鱼签捧一切栏目 这太好了 这我都没听过 这玩意我估计 我量不上了 今天为您播放 鱼签捧一切的主题是 母猪的产后护理 请您欣赏鱼签的捧根 真是个暖男 什么意思 你要干嘛呀 就是 哦 饿了 吃你的吧 真好 完全是 完全是记性发挥 感谢优酷 感谢优酷 接下来再为您播放 大家真正期待已久的 一段传统的相声 这是什么 由天津的两位老艺术家 李博祥 杜国之二位 为您带来的经典曲目 爆菜名 爆菜名 公园附近这个地方 我打心眼里边 非常的高兴 大家对我李博祥先生 比较熟悉 我嘴快 我说话特别的卖力气 我说着话来 那个小嘴就跟 就跟机关枪枪毙你一样 你知道不知道 说话非常卖力气 今天来的这 今天我听说 是我这个图职 郭德纲先生 跟我另外一个图职 于谦老师 他们两个人合作 二十周年 这么一个专场的演出 把我特意邀请来了 台上台下一共 两千七百多位 我心里 这个高兴啊 我首先祝愿大家是 因为今天这个节气 叫小雪 小雪到了 后边就是冬至 我这是个路播 路播 小雪冬至小寒大寒 立春雨水 惊者春分清明古雨 立夏小满 盲众夏至小鼠大鼠 立秋处鼠 薄露秋分寒 露露霜降丽 冬小雪大雪 冬至小寒大寒 天气冷了 首先祝愿大家 冬季平安 不壳子不船 不长脚气 生活幸福 万事顺序 买房子便宜 五千块钱一米 谢谢大家 当然因为这种好事 有这种好事 你们想着点我老李 我说了半天了 杜国志 你这个肥的流油 这个胖虫志 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你是不是死了 你个人枪毙了 李老师 你想请我说点什么呀 对了 我还没说 请你吃点什么呢 今天既然这个节目 叫爆菜名 既然咱参加 郭德杠鱼签 这个重大的活动 今天请北京饭店的 后厨的几位高师傅 给咱们做一朵全国大菜 南北全席 全是高师傅 首先 头一道大菜 那就是 蒸羊羔 后面还有呢 蒸熊掌 蒸鹿尹 烧花样 烧厨鸥 烧泽 有红丸子 红丸子 酱丸子 酱丸子 红丸子 白丸子 水瘤的蜜的蜜的 酱丸子 酱丸子 杜国志 你这个肥的六伙 这个胖同志 我说了半天了 你是不是又死了 这几个菜 你该吃不爱吃啊 爱吃 咱们吃去 爱吃也吃不了 怎么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插播一条广告 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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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福音的 年轻父母的福音 如果您是出为人父 人母的人父 人母们 多贫呢 是否因为孩子 没有奶吃 感到苦恼呢 多新鸣 那么请您选用 我们公司 为您推荐的产品 什么呀 羊杂碎盘 吹奶铃 嗨 嗨 如果你选用 我们羊杂碎盘 吹奶铃 保证您的奶水 哗哗的 可以吃和洗澡 两用 那羊受了吗 老头服用无效 多新鸣 好 一段简短 而又有意义的广告过后 这有意义吗 继续请您欣赏 传统节目 爆菜名 好 我兜了没带钱 去你的吧 这谁还乐 我就脊椎羊杂 福音 福音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镜头呢 我们看看南方 有没有什么好的曲种 什么也八道 我换一台 这个南方有弹词 北京德云社广播电台 幸亏我换台了 点播台 弹词还不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你点我播 我播你点 点点播播 播播点点点节目 朋友们 你们好吗 我是你点我播 我播你点 点点播播 播播点点 节目主持人点播 点播 如果你有什么 点播需求的话 请您发送 手机短信 SB加节目内容 发送到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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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高矮音 也是38呀 我们将安排 为您播出 38 或者跟我们来信 来信的地址是 我收 好家伙 名字太大了 看一下我们的 短信平台吧 短信平台 有几位朋友的短信 非常有意思 现在还有人用短信吗 首先这位朋友 是一位姓陶的朋友 发来的 姓陶的 叫陶音 陶音 他是这么说的 说主持人你好 我叫陶音 我是那个竞剧演员 陶阳的弟弟 他们阴阳双分着 今天是这个 郭德纲 于谦 二位老师合作 二十周年 我非常的高兴 在这里我想给 他们哥俩 点播一首林志炫的歌曲 散了吧 这不光陶音 陶阳都够瞧的了 再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短信 散没散 说主持人你好 我叫娜娜 娜娜 今年十岁了 上次期末考试成绩 不是十分理想 都没及格 那就是 那全部理想 妈妈非常的恼火 并且还打了我爸爸 什么 然后我爸爸出于抱不信 打了我一顿 这种联赛了 他这是间接地打我 但是我知道妈妈 是很喜欢我的 一家的沙袋 她是望子成龙的表现 在这里我希望 我给妈妈 点播一首歌曲吧 你希望什么呀 点播给妈妈一首歌曲 这歌是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其实她爸爸是无辜的 接下来再看一个 大学生发来的短信 短信是这么说的 主持人阿姨你好 阿姨 我今年22岁了 学校上大四 但是我的功课不太理想 全部理想 因为我没时间学习 你都干嘛 我要刻余时间到医院 照顾我生病住院的爷爷们 他说爷爷们 这位是护工 看着我的爷爷 日积销售的面庞 我心急如焚 在这里给我爷爷 点播一首歌曲 这歌是 大哥你好吗 你就是拱火 再看我们最后一条短信吧 最后一个 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发来的 他说我今年八十五了 八十五了 因为岁数大眼神不好 所以发来字比较大 请您原谅 这句就可以不念了 他说我今年八十五了 在医院住院很多年 多亏我上大四的孙子照顾我 好 看他日益销售的面庞 我特别着急 在这里给我的孙子 点播一首歌曲 这是什么呢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二位 二位回去了解 好不好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今儿还唱两句了 再看看我们 另外一个短信 还有另外一个 今天是郭德纲 于谦二位老师 合作二十周年的日子 我听多少遍了 我们就是郭德纲和于谦 在这里点播一段 郭德纲 于谦和说的相声 这是 因为我们这个台里 没有这个资料 就不播了 多尴尬 看看这个来信吧 怎么又来信了 这封点播来信是这么说的 你点我播 我播你点 点点播播 播播点点 节目主持人点播 你好 我是你点我播 我播你点 点点播播 播播点点 栏目的忠实听众 也是你点我播 我播你点 点点播播 播播点点 节目主持人点播的热情粉丝 我们知道 每天工作之余 我都要收听 你点我播 我播你点 点点播播 播播点点节目 而你点我播 我播你点 点点播播 播点点 括号以下简称点播 你早干嘛去了 成为了我生命当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你就指这个 接下来我希望 点播一段 刘谦的魔 魔术 对不起大爷 我们这电台播不了魔术 这是练字的 请大家情绪要保持稳定 接下来为您播放 近期点播率非常高的 两首歌曲 什么歌 首先是我国著名的 南中音歌唱家 杨洪基老先生演唱的 青藏高原 第二首歌曲是青年歌手 阿宝演唱的 三国演义主题曲 滚滚长江 东是水 哦 反串 不是反串 这电台怎么还搭茬啊 可能有那弱智朋友认为 哦 反串 告诉您不是反串 不是 你才弱智 首先为您播放杨洪基老先生演唱的 青藏高原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 本来心情挺好的 亚拉索 那就是青藏高原 这位估计家里生活不幸福 接下来为您播放阿宝演唱的 滚滚长江 东四水 咱们痛快痛快 滚滚长江 东 中是水 浪花淘尽英雄 这是诸葛亮放杨叔唱的 是非成败 从头再来 别从头来了 我听一遍 谈成败 人生好美 吃了脏东西了 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太慢太慢 我感觉到痔疮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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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乐意唱 我都不换台了 听着这儿想骂鸡 嘻嘻巴巴咬二咬 好 怎么回事 听众朋友们 听众朋友们 如果您刚刚打个电梯 电梯 我们现在为您报告一下 现在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为您现场直播一场 国际足球友谊比赛 比赛的双方是中国足球队 对阵泰国足球队 好 场上的比分是6比0 中国队还可以 泰国队领先 现在是中国队的守护员 来发球门球 把皮球放在了小鸡区线上 倒退几步撞门框了 呦 采文员召唤队一入场 队一拿那个福塔林 罩着脑子上撕 这啥帐狼来了 我憋死了 问题不大 什么边重新发这个球门球 一个大脚 把球开到中场 中国队的中场球员拿球 好球 传给右边前卫 右边前卫拿球 稳定以后 传给左边前卫 充分利用场地宽度 这叫战术 左边前卫拿球 都没有犹豫 回传给右边前卫 他看看两边是不是一边宽 还玩呢这 右边前卫拿球 往前直c 传给前锋 前锋拿球 非常冷静 晃过门将 面对空门 走 觉得这个机会不是太好 把球回传给队友 还要多好机会啊 队友拿球之后 并没有灰心 把两句衔接 重新组织进攻 好 重来 一个大脚 把球传给前锋 前锋拿球 比较冷静 晃过门将 八脚怒射 好球 进了 太遗憾了 怎么了 这个泰国队 86岁老门将 拿拐棍 把球捅出去了 人家还有拐棍 还是没进 随着财备员的 三声怒吼 全场比赛结束了 是够没劲的 比分排定格在6比0 才输6 希望下一次 他们能有所进步 我们永远支持你们 好 接下来 我们把镜头 转向挖跳比赛的现场 挖跳比赛 直接这个 小镇 往前一蹦呢 来一口吃屎 本台 好 现在 来吧 休息 休息 哭坏了 那位 这不 贪坏了 小红娘 又砸一口 且听 下回 分解 怎么这也完了 给老英雄 喝功 你妈嫁人了 你妈嫁人了 让五毛去五毛 你白拿去了 整个人傻蛋 福建 人民 广播电台 听听 听听这台吧 现在 休息 休息 你说的慢 干嘛 北京 德云社 广播电台 德云社 广播电台 你要干什么呀 综合台 综合台 现在为您 播放的是 京剧 录音节目时间 都耽误大声 今天为您播放的是 一段 传统京剧 什么 二进宫 表演者 郭德纲 于谦 李雪芹 这玩意儿就是 谁火跟谁唱 你知道吗 请欣赏 哎呀 这是李雪芹 什么签儿这是 这是李雪芹 并非是爱情啊 女仇唱 对不起 李雪芹吃闲了 这是 不是 咱还有没有别的了 这段就不算了 不担要钱了 接下来为您播放 我台的保留曲目 也是大咒的节目 叫法国帮子 突然 他不接吧 众所周知 帮子又叫琴枪 它那是起源于我们国家的陕西 但是法国人看着好 他们给学了去了 就不能叫陕西帮子咯 叫法国帮子 还给人洗脑呢 接下来为您播放的 法国帮子 是两个法国男演员的演唱 名字叫巴黎的早晨 巴黎早晨 您通过这个唱腔 分析一下 他们什么关系 他们在干什么 法国帮子 拉布里克 拉布里克 我是你大爷 我是你大爷 快点吧 我们是九点三十六上的 现在是十点二十六 五十分钟已经完成了 他还没穿裤子 没人一会儿 让郭老师多给您说 您放心吧 这个谢谢朋友们 刚才演的是一段 原汁原味的传统相声 都是台上线编的 你看这个相声演员嘛 需要这种能力 对 什么能力呢 得跟大家呢 就是贴近距离 搞好关系 拖延比赛时间嘛 对不对 黄牌警告 朋友们都喜欢听相声 对 但是各位朋友呢 不都是北京人 有天津的 是 有河北的 有河南的 全国各地哪的朋友都有 所以我们相声演员呢 就得有这个任务了 全国各地的方言土语 都得有研究 都得知道点 你比如说一瓶一那儿 这字念什么 人啊 这是普通话 您到上海人字不念人 上海话人念宁 宁 阿拉桑海宁 阿拉桑海宁 人念宁 要是北京人 不京宁 天津人 天津宁 宁波人 宁不宁 宁不宁了 宁不宁就是看 你想喝不想喝了 是吧 你开盖就喝 想喝你就宁开 不想喝你就宁上 这个宁波说话也有意思 是吗 宁波人说话呀 离不开音符和简朴 就是斗热 咪发搜拉西 有音乐性 有节奏感 举举例子 您比如说吧 有这么一家裁缝店 做衣服的 一个掌柜的呢 带一学徒的 这个学徒的名字 就带俩音符 他叫什么呢 这孩子名字叫莱发 莱发 莱发 他叫二四 你叫三六 叫莱发呀 莱发 你看这个老师傅 跟他这么一番对话 您仔细听 里边都是音乐简朴 是这样吗 对对对 您来了 老师傅在这做活呢 咱这缝纫机 这砸活呢 叫那孩子 莱发 莱发 苏西 让他少西 少西干嘛 少西干嘛 那什么 苏西问他什么事 什么事 宁波话吗 莱发 苏西 问他什么事 懂嘞 这是哪里吧 你怎么知道 我到宁波去过呀 那就好了 是吧 我这说着 你给大家解释解释 好好 好吧 来 大头来啊 来发 叫那孩子呢 苏西 就什么事 哪里 什么哪里 西哪里 线哪里 什么线哪里 米苏西哪里 棉纱线哪里 什么棉纱线哪里 蓝棉纱线哪里 不拿不拿 我拿去投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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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投米 不投米 雷发 雷都 雷发 你懒惰 我改翻译了 是吧 行啊 是不是 翻译的不错 这是我说的慢 我要把它说快点连起来 再加点动作 跟奏乐一样 您可以奏乐了 我给您来两 你注意听着 你叫那孩子 雷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